好 來回顧一下第二回合的比賽 樂生當田的WINS 贏很多 真的贏很多 贏兩回合了 曹志偉選手來了一個4BG 還外加前置三水晶 主要還是說一個斜對點 所以基本上 NIFI在偵查上也是會晚一點偵查到 另外WINS這邊也是吃了襯托 鐵了心 那兩支探測機 左邊下一個前置水晶 右邊下兩個前置水晶 就是一定要強行傳兵的意思 剛好打到NIFI家裡面 應該BOSS要走VR線還是VC線 但剛好拿到一個NIFI在 還沒開始轉科技的空窗 就直接帶走了 是 哇 13連敗給華裔的樂生 現在光靠先鋒 第一棒就已經贏下來聽牌了 那這邊華裔SPYDER 推出了第三位的選手 FLY 蟲族的選手 成科衛選手 FLY的戰績23勝13敗 高達了6成39的勝率 他對WINS是兩戰全勝 在過去 那 特別是 這邊也跟大家報告一下 之前就有跟大家提到過 我們的節目時間是兩個半小時 所以如果最後還剩下20分鐘 比賽就已經結束的話 將會有表演賽 所以今天呢 算一算是在10點52分前 那如果 比賽結束的話 就會有表演賽啦 結果書方選圖 FLY選的是貝爾斯涵 冬季版 對那基本上重組選這一張圖 重組這一張圖還算好打 我們看一下FLY 待會兒會選擇什麼樣的一個 這個戰術喔 對那FLY呢 前面有跟大家提到過了 就是他有兩場都沒出賽 就來吃便當 因為隊友都贏了 齁 隊友都贏了 第一場是DS3比0 一場是3比1 那FLY個人的近況呢 是之前他 就是拿下了個人最場的七連勝 當中還包括了 切斷了台灣重王SEN 楊家鎮選手的29連勝 就是他的第七勝 之後呢 他是兩勝兩敗 輸給了灰 贏了白 又贏了AK 又輸給了白 所以近的FLY是兩勝兩敗的成績 對那還是來介紹一下點位 在畫面中4點鐘方向的紅色 重組選手 FLY的FLY 對上的呢 則是在10點鐘方向的藍色 神族選手樂身鋼鐵人的WINS 那其實WINS還是 你看他第一個水晶 還是放在二框的位置 所以早期的拉出來偵查 還是要看一下重組下 孵化池的時間點 才來決定自己是要先冶煉場 還是直接裸霜 這BMFLY是一個14人口下孵化池 所以基本上也是一個 比較中庸的時間點 對特別是這個是賽末點 特別是被逼到牆角的這一方 應該不太敢用大招了 這邊應該是一個心理戰 對真的是心理戰 要看心臟夠不夠大顆 好WINS這邊還是正常的野鏈場 待會才下二框的開局 那FLY的王蟲也飄到對方頭上了 DIS你可以看到 這張圖還是有兩三個點位 可以讓王蟲躲起來做偵查 不過WINS今天 好像也是第一次看到 有人嚼著口香糖 對他嚼口香糖好像特別強啊 聯盟這邊也沒有規定啦 我不能啦 其實可能是腳口香糖會比較放鬆 還是在看選手的 對個人的習慣喔 對不對 WINS這個 不過當然是禁止抽菸啦 對不對 不然有啦 禁止抽菸 對 邊抽菸邊打 我室內不得惜 對對對 有些人可能是很習慣 不行 腳口香糖也可以 這邊WINS連下兩個水晶喔 這二礦下一個水晶 然後三礦也下一個水晶 導致FLY剛剛本來想要先刪開 也被阻止喔 但是你這樣在前線 放兩個水晶的話 自己後方的建築學 也會慢一些些 就是也是犧牲自己後方 早期的建築學 然後強行的逼迫 重組的這一個 二礦跟三礦的時間點 都往後演一點點 現在FLY補的狗 六條 FLY補的六條狗 先把二礦跟三礦的水晶拆掉喔 這邊感覺還是想要刪開 那WINS家裡面二礦 也是放下來了 而且建築學已經快補起來了 不過因為前面兩個水晶被咬掉 所以WINS現在稍微卡了一下人孔 刪開 FLY 雖然被拖到一下 但是還是在四分半的時間點 放下三個礦 是我們在今天 電信周報的新聞也提到了 鬼手輝 他沒有AK過耶 很想AK 不過真的 提到AK 這個禮拜已經是最後兩場了 這個賽季了 不然就等到下個賽季了 原本KLF上半季 18場比賽有7次的AK 機率是3×89 那有人算出古典機率學來算的話 是7·7 4×38的AK率 不過現在全季算下來 34場只有11次的AK 機率是降低到3×24 因為下半季16場的KLF 只有4次AK 2×5 3比0的AK過去 僅僅只有4次 SLAM贏了華裔 豪阿裕贏了樂聲 豪阿裕不是神組嗎 那個 輝還說神組不容易 那SAN贏了華裔 DS贏了躍躍 就4次3比0 就收工了AK 其實輝會提到說 神組比較不容易AK 我在想應該是 神組因為你要AK的同時 各個種族都會遇到 那神組內戰 其實不確定性是蠻高的 所以我想輝的意思 可能是這樣 那WINS說我也是神組 他已經有機會了 對他今天已經贏了神組內戰了 他如果今天贏了FLY 剛好3個種族都贏一次這樣 嘿 那輝就自己打便當吃一吃回家 好乖 那你這樣也不錯這樣 不過這邊華裔 華裔曾經 他過去13連勝 熱身當中也曾經有過 兩次 都已經0比2的 結果還給人家倒打的 對 所以還是 總之FLY 也是最近實際相當不錯的選手 所以看一下FLY能不能夠 擋住這個賽末點 甚至倒打回去 而且本季就有過一次 FLY KOF 0比2落後 就是倒打熱身當鐵人 逆轉變3比2贏的 對 就有過一次 FLY這邊有一個小細節 就是這一場 其實WINS的一攻 提的比較晚 剛剛有特別注意 WINS一攻大概在6分40秒再提 如果是要打一個雙框4VG 或是雙框一波潛壓的timing的話 WINS神族的一攻會在5分半 甚至5分20秒就提 所以這個一攻的時間點 是神族在前期偵查上的重點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FLY有下3瓦跟4瓦 所以下3瓦跟4瓦的話 代表FLY要攀升科技 如果蟲族確定神族 要攀升科技的話 FLY這邊就可以抓時間點 來補攻兵了 把蟲蟲打掉之後 蟲族的FLY卡了人口 一個又爆一個又卡 對 死兩隻蟲 就是偵查 前面兩隻蟲族都是做偵查的 那是做偵查 那是被打掉還是卡人口 WINS這邊是雙框 然後機械製造廠要補傳送門 這邊BALL 沒看到 剛剛OB帶給我們看到 FLY的視野 其實沒有看到 那一個機械製造廠 所以現在FLY就要來猜測 對手是什麼樣的開局了 喔 這個是雙 雙VR 雙機械製造廠 神族這邊是雙機械製造廠 大概是大量不朽 大量不朽的這種一撥 那只有大量不朽的話 如果FLY是出蟑螂的話 就會被不朽克制到 對 因為不朽 真的很不巧 它是皮粗肉又厚 對 你蟑螂 FLY已經在爆大量蟑螂了 這個蟑螂應該是 這種會真的剋到 要看不朽 來不來即補出來 如果那個時候 可是其實雙V 雙機械製造廠 在補不朽是非常快的 不過這一個蟑螂應該是 只有 現在開始提 現在提蟑螂的一攻 還有蟑螂的提速 然後現在先出門 做一個簡單的控圖 那WINS這邊應該已經 WINS這邊OB已經看到 欸 你出蟑螂 正合我意喔 趕快雙機械製造廠 持續爆大量不朽 鄭重下懷喔 對 因為這個WINS的小眼睛 觀察者已經看到了 那一坨的蟑螂了 所以他應該會 現在更全力宣布修者 那WINS這邊在補不朽的同時 其實家裡面也有五隻哨尉 用立場來做前期的防守 那等到不朽的數量夠多 可能也會推出去喔 那這個監察王蟲過去 會看到嗎 應該會看到 基本上左邊看到一個VR 右邊看到 因為這一個部隊的 對空能力是很薄弱的 所以監察王蟲 應該可以活一段時間 哇 不過兩隻追劣 那還好 那就還消死 哇 這樣可能不會看到 不會看到右邊 應該沒有看到右邊的VR 沒有看到右邊的機械製造廠嗎 不朽藏起來 不朽放在二況上面 我不知道 Fly有沒有看到喔 Fly 有一隻 Fly有一隻這個變形蟲 能不能夠進去 不知道有沒有進去 這邊右邊還有一隻監察王蟲 看到一個在地上爬的有沒有 對 對 兩個變形蟲喔 但是 有沒有看到 剛剛不朽有往下走一下 不知道那個變形蟲有沒有瞄到 哇 這邊已經出了 四隻 哇 不朽 非常的 五隻 雙機械製造廠 基本上那不朽 算可能會到六七隻喔 嗯 那五隻就出門了 那WINS這一邊 開始在爆狗了 因為他知道蟑螂 不朽專門客製重甲單位 所以WINS現在 的科技線 因為他也沒有什麼 飛躺直接的科技線 所以現在抱這個異化蟲 來做防守了 哎唷 現在WINS的 哇 不朽又出來了 不朽海啊 對 因為是雙機械製造廠 那個捕捕球的速度是很快的 那這一波的蟑螂聲都伸出來了 也只能夠擋了啊 現在雙方都出門 對 這一邊我們可以看到FLY 他有拉兩批部隊 右邊有一批個狗 隨時要溜狗可以截後援跟溜狗 好 這邊選擇包掉一點 看這邊包掉一點追劣 但其實FLY的部隊數也很多 FLY純蟑螂這邊是 山礦的這種純爆蟑螂的打法 已經12分半人口數來到199了 同時間下感染蟲草 他有可能也可以來轉科技 WINS的這一波不朽 在外加追劣 對 主要看蟑螂的陣型 待會的會戰重點就是蟑螂的陣型 如果在這種狹口會戰被立場切的話 其實蟑螂面對這麼蟑螂的不朽會很危險 欸 做一個前後包機啊 怎麼能夠包住 他有沒有機會 這個被圍在中間 後面有立場 但是後面雖然有想包 但是後面的立場 所以導致FLY後面的蟑螂沒有輸出 但是WINS的這個追劣都死光 稍微也死光了 蟑螂雖然還蠻多的 看有沒有機會把它擋下來 只剩下不朽在中間 對 只剩下不朽 後面有幾隻追劣 追劣不多 追劣不多 主要是這個包夾陣型 雖然第一時間立場有阻隔 但是陣型還是包得很漂亮 所以我剛剛提到了 這個會戰重點就是在於陣型 那這樣打下來的話 WINS要被反壓了 沒錯 蟑螂還是很夠力 主要是這樣算夠多 如果你一樣 你如果人口數只有領先 三五十的蟑螂 是打不下來 但是人口數是領先 六十到七十的蟑螂 所以主要是FLY在這邊營運 他有陣型的包夾 包得很好 菲兒 打敗過台灣蟲王SAN 這樣的話 立場只是拖延最後的時間 大量的蟑螂跟一化蟑螂 要進來了 進去了 FLY應該是可以守住 這個賽末點 喔 FLY 主要還是他一開始用 一化蟑螂牽制 然後抓住WINS的陣型 抓住神族的陣型 那陣型我抓到 所以這邊WINS還是只能打一下GG喔 是 由FLY守住了華裔斯白的 這個對方的賽末點 現在華裔頒回了1分1比2 還有一回合的落後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